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我们祖师爷鬼谷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 教了很多学生 有说108个,有说500个 实际上的数字只有祖师爷他才清楚 在这些学生中 比较出名的是孙彬、庞涓、淑勤、张宜 学小说的人 把他们称作鬼谷子的四大弟子 另外还有毛岁、徐福、毛蒙等等 传说鬼谷子门生还有 魏了、商鞅、礼师、甘茂、患衰 司马错、利益奇、礼牧、蔡泽等等 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据说帮助汉高祖刘邦 取得天下的汉初三杰之一 历史上最会打仗 被尊为兵先的韩信 也是出自鬼谷子门像 因为他的师父就是魏了 中华民族历代的兵书 估计有两三千部 北宋神宗的时候 命令大臣、朱福、何去飞 整理这些兵书 最后决定选出其中七部 即孙子、吴子、六涛、三略、司马法、唐里温队、魏了子 称作五经七书 作为研习教学考试的范本 魏了子一书就是鬼谷子的门生 魏了所写的 鬼谷子四大弟子之一的孙并 也写了一本《孙并兵法》 但失传了一千多年 直到公元1974年 才在山东邻里的银雀山 被考古人员发现 所以这部既往开来的兵家经典 在北宋史失踪的状态 未被列入五经七书之中 过去由于文字记载不全 许多事情只有靠口耳相传 这些传说虽然多少都有根据 但信不信在你 有一点我们必须强调 鬼谷子是大罗金仙 寿藏千千万万年 因此他众多弟子的年龄 有得相差百余岁 这没什么好怀疑的 我们师父魂远禅师也说过 用了鬼谷子的法 就可以说是鬼谷子的门生 这么说来 大陆河南与孟山水连洞的对联 鬼谷子三眷隐眶天下 兵家七国才出一门 一点都不夸张 战国七雄的人才 全部都是鬼谷子的门下 鬼谷子被称作纵横家彼族 其实在九流十家中 他的学生横跨道家法家 阴阳家纵横家杂家 足足占了一半 这还不包括兵家在内 因为兵家不在九流十家之中 很多古书谈到鬼谷子 都说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凶罗万象 无所不经 他交出来的地址 各个杰出 就不在话下了 孙兵和庞娟两位 被归类在兵家 很多人都把兵家 看作纯粹的军事家 只会行兵作战 其实兵家对社会的影响 广及政治 军事 外交 经济 生活等各方面 他的重要性 绝不下于其他各家 孙兵和庞娟是同窗 同时间跟随鬼谷子学习 所以有关他们二人的事迹 也最多 不过这都是后人编出来的 譬如有一个 请师出动的故事 有一天 鬼谷子把孙兵和庞娟 叫到座前 要他们想办法 将他骗出洞服 每个人有三次机会 庞娟连骗了三次 鬼谷子都不畏手动 接着轮到孙兵 孙兵说 师父 你好厉害 我没有办法把你骗出去 不过 你如果是在外面 我倒是可以把你骗进来 鬼谷子一听说 好 我就到外面去 看你怎么把我骗进来 说吧 起身走出 一跨出洞服 鬼谷子就发现 他上了孙兵的当 这个故事很好玩 但编故事的人忘了一点 鬼谷子是谁 我们的祖师也是 智圣啊 天底下最有智慧的人 怎么可能上孙兵的当呢 有关孙兵和庞娟的故事 还有很多 下回继续跟大家报告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